外星文明降临地球 弱小的人类在他们眼中就像蝼蚁一般 仅剩10%的人类与外星人进行战斗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人类必须弄清外星文明降临地球的真实目的 试图与外星人进行交流 于是汤姆活抓了外星人的八爪怪 他们将八爪怪关在铁笼 医生安妮想知道他们到底来自哪个星球 拿出照片让他辨认 很显然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此时男医生推着一栋病床走了进来 他走到怪物跟前掀开白布 八爪怪看到死去的同伴非常痛苦 他在牢笼拼命挣扎 第二天 黑豆醒后问非洲男是谁 非洲男说傻儿子你去照照镜子 然后黑豆转头看向铁笼的八爪怪 非洲男一脸猛逼 不久后他打开铁笼拿枪对着八爪怪 逼问如何才能让他儿子恢复正常 你这样拿枪抵着他他还能说话吗 八爪怪呆呆地站着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非洲男气愤之下用力将枪插入他的喉咙 体型庞大的八爪怪却胆小卤鼠 被吓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博士这边的无线电也发出不明的脉冲信号 安妮认为此信号和八爪怪有着某种联系 非洲男把八爪怪晕倒一事告诉了医生 为了深入了解此怪物 男医生对另一只死去的怪物进行了解剖 通过研究发现 八爪怪软鳄至上有神经纤维术 大脑和软鳄之间没有骨骼隔道 刚刚非洲男的举止有可能触及到他的要害 与此同时 黑豆醒后被大虫子吸引住 他拿起大虫子往背上那么一号 他慢慢走向八爪怪 就在此时博士的无线电再次发出响声 男医生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除非他在上吊自己 否则无线电信号与那怪物无关 非洲男马上想到他那傻儿子黑豆 此时黑豆正想打开铁笼 还好他们及时赶到 紧接着黑豆转过身来 非洲男剑撞强行将大虫子拔下 黑豆晕倒过去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自愿装上大虫子 这也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边 汤姆他们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发现天桥下的八爪怪正在午休 乔治认为是干掉他们的大好机会 汤姆却认为这样会引来外星机器人 此次任务是为了寻找摩托车不想打草惊蛇 乔治却很不甘心 他们来到一家摩托车行 对摩托车进行加油与检修 就在这时 乔治将亚洲男打倒并拿走了手雷 骑车飞驰而去 他来到天桥下将手雷绑在油桶上 随着一声巨响后 八爪怪会不湮灭 乔治这一举动却引来一群被控制的孩子 拿着队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汤姆不允许队友开枪伤害他们 就当他们准备驾车逃离时 八爪怪跳出来拦住了去路 汤姆拿枪朝他射击杀出了一条血路 紧接着亚洲男开枪将怪物一枪爆头 八爪怪倒地后 孩子们也呆呆地站在原地失去了控制